各位法师 各位居士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则佛典故事 这故事出自《众经传》杂辟域 在《大政障》第四册 五四一夜中南到夏南 从前佛陀在世时 距离洗碗经测七里的地方 有一位老翁很喜欢喝酒 佛陀的弟子阿难时常前往劝谏 现在佛就在附近 你应当去拜见佛 老翁说 我听说佛在这附近 也想去拜见佛 不过佛常教人奉行五戒 不能喝酒 但是如果我不喝酒的话 就像婴儿喝不到奶就会死去一样 我实在做不到 所以才不去拜见佛 有一天老翁又去喝酒 喝得醉醺醺的 晚上走在回家的路上 脚踢到凸起的树根 跌倒在地 好像大山崩塌下来一样 全身疼痛 老翁就自言自语说 痛苦怎么来得这么快啊 阿难常常劝我 要亲近佛陀 我却不肯听从他的话 以至于现在全身痛不可言 老翁回家后就告诉全家大小 说我想要去佛陀的地方拜见佛 家人听了都非常惊讶 就问老翁 您最初不肯前去拜见佛陀 现在为什么想去了呢 老翁说明原因之后就去见佛 他来到奇幻金色的门外时 阿难看见老翁来了 很高兴地去禀告佛陀 那位离这里妻礼之外的老翁 已经来到门外了 佛陀说老翁无法独自过来 是被五百头白相勉强拉来的吧 阿难回答没有五百头白相 是他独自前来的 佛陀告诉阿难 这样的话 这五百头白相就已经在老翁身中了 比喻老翁原先怎么样都不肯来见佛 就好像要用五百头白相才能勉强把他拉来一样 如果他自己愿意来的话 就比喻他身上已经具备有五百头白相的力量了 于是阿难就叫老翁请你去顶礼佛陀 老翁对佛说 我久闻佛陀在这里 却因为愚痴而没能早一点来拜见您 请您十杯赦免我的罪吧 佛陀问老翁 如果累积了五百车的木材放在地上 想要把它烧尽 应当用几车的火才能烧得完呢 老翁回答 不用很大的火 只要用如豆子那么小的火来烧 毯子之间就可以烧完 佛陀又问老翁 你身上这件衣服穿多久了 老翁说 我穿这件衣服已经有一年多了 佛陀又问 如果想要除去这件衣服上的污垢 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洗干净 老翁回答 只要有纯灰汁 类似我们现在的洗衣粉 一抖很短的时间就能够洗干净 佛对老翁说 你所累积的罪业 就像那五百车的木材 也像你穿的衣服 已经累积一年多的成够了 老翁立刻向佛陀请求 定受持了五戒 于是佛就为他说了许多的话 老翁心开意解 不久就挣得不退转 这一则故事提到 也为老翁很喜欢喝酒 听说佛常劝人守五戒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忘语 不饮酒 婴儿不想去见佛 有人不想做某些事时 常常会编织许多理由来推脱 如这位老翁说 就如婴儿喝不到奶会死去一样 我如果不喝酒我也会死去 其实婴儿确实需要喝奶才能活命 但老翁不需要喝酒也能活命啊 其实我们一般人也是如此 曾经有一个病人身体很不好 又抽烟又喝酒 医生跟他说 你不要再抽烟喝酒了 你抽烟会伤肺 喝酒会伤肝 结果这个病人跟医生说 医生 可是我如果不抽烟不喝酒的话 我会伤心啊 后来老翁酒醉之后 跌了一跤 全身酸痛 才惊觉意报怎么来得这么快 而发心想要去见佛 佛说 老翁原先不肯来见佛 就好像要用五百头白相 才能勉强把他拉来一样 如果他自己愿意来的话 那么他身上已经具备有五百头白相的力量了 这是在比喻 发心想要见佛 文法需要很大的决心 如果我们发心追求真理 像解脱到迈进的话 那就很有力量 就如身上已经具备有五百头白相的力量一样 而长久以来累积的罪业 如五百车的木材 只要一点点的小火很快就能烧完 同样的 一灯能处千年暗 一致能灭万年雨 千年的暗示 只要一盏灯就能照亮 万年来的鱼痴 只要一有了智慧 就能把鱼痴灭除 今天与这些与大家共勉